吉林陶南市浮桥事件似乎一些细节发生了反转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篇小贴子 上面说到三点 第一这条河流在2000年之后的十多年里面 是不断的发生断流的事件 一般在六七八月份雨季的时候 它才有用 就是这个建的这个桥 那平常的时候这个河潮是可以过车的 不单是人可以过车都可以过 但是它修了桥之后 把这个河床给破坏了 也就是平常本来可以过轮的 但是被挖的坑坑洼洼 车没办法过 轮也很勉强 然后第三点 就是这个收费的问题 这个桥至少是一天收1000块钱以上 并不是这个举报人 或者这个举报家族说的 只收了几万块钱而已 那这三点是不是一个非常真实有效的信息 非常的重要 因为根据举报人的这种说法 跟他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严酷的 就他家里18个人被处以刑罚或者是缓刑 这是极重的处罚 而且根据他的说法 他只拿了5万多块钱 这其中还陆续给政府1万块钱 1万块钱交过几次 那同时呢 还说到 在桥在建之前还淹死过几十个人 之后又淹死了 大概十个人 这些种种说法 大家是各自一词的 那我们就要来细细的掰扯一下 这里的细节 谁说的正确性更大一点 因为现在就是像罗生门一样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知乎贴纸上 它是这个说法 十多年断流只有六七八月份 我查了一下这个陶南市 它的年降雨量是350 380 370 每个年份它不一样 但是注意 它一直在400以下 不到400毫米的降雨量 是属于半干旱区 那像我福建那边一般都是2000毫米 所以半干旱区一般来讲 这个河流啊 就是一个河船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 那么只有雨季的时候 才会有持续较大的浸流出现 而这个陶南市 它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那冬季严寒 可以到零下33摄氏度 那它又是季风 那就说明 降雨量比较集中在六七八月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而冬季又是结冰 肯定是可以直接过的 水量本身就不大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铁字的第一条是正确的 就这个河潮啊 它平常是可以直接过去的 那第二点 这个地方是不是挖的坑坑洼洼 然后大家就只能过这个桥呢 这个说法就要当地人来确认了 我们没有办法根据网络上的这个信息 这只能是根据村民的信息来确定 村民到底对于这个河道破坏 这还需要好长时间的回忆 因为在04年之前的时候 这个河的河船是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还得深刻的回忆 这个细节才行 那还有网上看到一个细节说 这18个人的这个家庭 这个家族并不是当地人 这点信息其实也很重要 然后再来 他说这桥每天可以收1000块钱以上 这里我们要说 这个事件它有一个分水岭 就是在14年之前的10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家族在这里铺了 但是这个桥没有铺的那么好 应该说这个桥面不是很好走 之后14年就进行了更多的这个完善 但他说的被罚了5万多块钱 应该是指14年之后的这段时间被罚了5万多 然后陆续一年大概交1万块钱 交了两次还是三次 那这里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桃南市 它的人口流动情况 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城市还有43万的人口 那在2020年也就是67年之后 这个城市只剩下30万的人口 人口外流的速度极快 从43跌到30 这是下降了足足30% 30%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个城市的青壮年 就是要挣钱的这部分人 对桥需求量最大的 大家想要农业肯定是需求量小一些 这个车才是真的能够挣钱的 那这些人应该是大规模的外流 所以这里我们想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这个桥 为什么他之后1万块钱一年 他都不愿意交了呢 应该说这收这个桥费的人 每天肯定还有有人坐在那里收费 应该说连这个工资都负担的不起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桥之前 他不是公营的 算是私营的 应该说能够持续挣钱 那之前在2014年之前 他有没有交过钱交了多少钱 是通过什么方式交了钱 应该说好像还没有那么清楚 这5万块钱应该是指的 特指的是2014年之后 他把桥面铺起来之后的钱 那这里还有一个延伸细节 就是在他开始收费的时候 04年05年的时候 当时的陶南县人口 应该说比43万还要多 然后根据这个描述 如果你不过这个桥的话 那么你要绕很远 要绕70公里以上 你想一下这个油费得小几百块钱 一两百两三百 那看什么排量 那这样的一个距离 就是说在人口很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收费的 这个高峰时段 那而且呢 这里持续收了差不多得有15年的时间 所以说这一名举报的家族 他实际上在当地不是普通人家 如果按我们最近这几年网络上 打趣的说法 这家人有矿 什么叫有矿 持续的有大量的现金收入 对吧 而且呢 不用再有大量的支出 他就只有产出 没有投入了 那这个桥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状况 那只是在人口外流之后 特别是17年18年之后 那大概率就是像我们一般很多 乡镇川这些 都只剩下老人家了 以老人家为主体部分了 这个桥存在的意义价值就不大了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非常宏大的 这个时代背景在里面 然后我们刚提到这个说家里有矿 这个跟18个人被判刑 或者被判缓刑 这个情况结合起来 我们看说 这在当地可以说是有一些势力的 那不是说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了 我们补充了这么多细节 跟一些合理的猜测之后 我想仍然不是世界的全貌 仍然有大量的细节 我们不得知 比如现在采访一些村民 即使他说了最近几年 或者说在18年 再往前推一点 那几年的收费情况 跟他们情绪 也不能真正证明 在04年到14年 这些这个时间段 那些真正付大钱的人 那些司机们 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些关键信息 我们都很难捕捉得到 但是我想 现在大家情绪比较重的 我看现在当地官方的解释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18个人 是为什么说出手这么重 是不是说有很多引擎在里面 这引擎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对吧 我觉得这些很多地方 如果不说的话 大家肯定给的压力是非常大 因为这个行确实听起来是很可怕的 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方面 那为什么在18年的时候 不把这个先收过来 先维持着用一用 即使没有很多的货车过 那一般的老百姓 在交通上面还是要便利的很多 比如种地这些问题 就私人提供公共服务 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时候 接管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说没有搞好 那这里的这个服务意识 可能也是大家极为关心的 特别是关注东北营商环境的朋友 特别的担心 就是在这个交接的过程中 有没有有一些牺牲的精神 就是花一些钱买下来 或者说因为这个过程 可能还不需要花钱 那这些服务意识我想是真正是最关键的 好那这个短片我们聊到这里